它這個組合很好 炒熟的洋蔥是很甜的 對 鹹魚有鹹鮮的味道 對 其實那個… 調和 對, 橄欖給了一種果香的味道 中和了鹹和甜之間的味道 好, 今次的菜式是法南鄉村的菜式 是 很有趣 這個菜式有點像意大利 好像意大利的薄餅一樣 不過有點像, 但又不是盡相同 到底是薄餅還是撻? 它的做法的底部有點像薄餅的刀 就是麵田底部 是 上面只有洋蔥 還有一點橄欖, 鹹魚 就是鹹蹄魚 沒有肉, 沒有芝士 沒芝士 沒有芝士, 沒火腿, 什麼都沒有 沒有芝士就不好吃 這樣又不是 是嗎? 是呀, 如果不好吃, 我就不做 太好了 太好了 這裡有200克的普通麵粉 5克的烤霧 我們再加5克的鹽 我聽人說鹽會殺掉烤霧 你一起加, 會不會令它弱? 你直接把鹽放進鹽裡 我和你也掛陣, 找鹽醃 但你不是, 少許還怕什麼 好, 拌了乾料 我們就開始加10克 把200克的水 一會兒倒進去 是 很輕鬆地攪勻 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你敲武也要有水 才可以活性化 這樣才會… 激活它 對, 沒錯 這樣就可以攪勻 不用太誇張, 怎樣做起筋 攪勻後, 放少許油滋潤 不斷地, 放10克 這是橄欖油 對, 橄欖油 拌勻 是 現在做什麼呢? 現在只不過是給它養分 讓烤霧激活, 叫醒它 做成一個我們所謂的開始刀 就是初步的麵種 這樣一坨 這樣的東西 是 我們只需要蓋著它 放一個稍微溫暖潮濕 多少度? 最好30度左右就很不錯 20多度都可以 一個小時前 我就已經做了這個 對 你真的剛才喝了鹽, 一起拌勻? 對 好了, 在這個… 我剛才也說這是初步的麵種 其實你已經稀糊糊糊, 做什麼都做不到 我們在這個發好的初步麵種 我們要再加100克的麵粉 好 拌勻之後, 我們都要… 你讓我攪拌完一段時間後 是, 我何時給你攪拌過? 攪拌完一段時間就要… 這是麵團 讓我攪拌完一段時間後 是 它也會很緊張 是 現在這樣 如果你想再猜拌它的造型 到最後, 我也要做一個 圓形也好, 方形也好 什麼形也好 它也要讓它鬆弛一下 你才會容易做到形 好, 隨便拌勻它幾個東西 拌勻它, 就這樣 是 好, 這樣它其實也挺… 是… 在繃緊 對, 沒錯, 叫做繃緊 我們隨便把它放進去 大約鬆弛起碼也要20分鐘 讓它稍微拌勻它 稍微拌勻它 好, 現在的麵團正在鬆弛 我們要主角出場了 是 這次是洋蔥 是 其實煮法很簡單 就像煮洋蔥湯一樣 炒至軟了 炒至焦糖化 就是這樣 牛油, 橄欖油 那你不加牛油 或者全部橄欖油 要兩種混合的嗎 在法蘭的主食世界裡 很多時候都會放兩種油 一邊很地中海 又會用橄欖油 另一邊的筋 法國人也有用牛油的習慣 很多時候兩種都會放 你今集就用洋蔥 譬如你煮法蘭西餐 你買洋蔥 你會在街市買的街市洋蔥 你還可以 那你今天這道菜是… 這是普通街市買的 他說是普通的 不知道是什麼, 澳洲洋蔥 如果是鄉村做的風格 你會像我現在這樣 火還沒開 就把所有材料放進去 好了, 洋蔥 這麼多? 還有, 蒜頭 現在加上洋蔥 當然有一點香草 這些可以整支放進去 也不怪你 你可以撕一下油 就一定會放進去 有些人除了貪之外 就放進去其他小小的香草 露絲馬利也有人放進去 但是我鹽的味道太厲害了 是 我就不會 還有這個… 是, 這是什麼? 什麼東西? 香葉嗎? 這個是新鮮香葉 是 我們想它快點… 洋蔥快點出水 秘密武器就是鹽 任何蔬菜都是 如果煮的時候加了鹽 它真的會出水快點 是 不存悲悸 是 你想洋蔥快點炒得好 你放一點水 這樣很容易誘發出更多水 還要蓋著蓋子 蓋子什麼時候呢? 蓋子到蓋子好像蒸東西一樣 有水蒸氣 你隨便攪拌 你這樣攪拌, 蓋著攪拌 很快就會出水, 變軟了 好, 你自然看到 它開始… 蒸氣 洋蔥會出水 剛才我們放了水, 現在變成蒸東西 可以打開它,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對了 現在因為它還沒軟身 你還要蓋著蓋子 多放幾分鐘 是 讓它軟身 好, 剛才慢慢火 慢慢煮, 慢慢煮, 半焗 到了這個情況, 它變軟身 變熟了 是 我們可以帶一點點火 它現在很好的水分 是 你要炒至它好像收了水 好, 情況就是這樣 炒至現在… 好像豉油黃河粉一樣 是 因為剛才已經放了鹽 是 剛才我已經放了鹽 一公斤的洋蔥 大約放10克的鹽就適合了 現在就可以倒起 是 讓它冷靜一下 好了, 洋蔥已經炒好了 我放了雪櫃, 讓它吹冷一點 因為它熱辣辣, 很難攪拌 現在就要對付麵糰了 首先, 剛才這個麵糰很緊張 現在放鬆了很多, 是嗎? 現在油軟了很多, 是嗎? 你可以放少許粉, 或者你不粉 我用油來做防黏劑, 也可以放少許 直接用手拌開, 也可以 可以, 你用圓圓圓圓, 也可以 除你了 你看看你喜歡的味道會舒服一點 是 厚薄有關係嗎? 它不會太厚 因為這個Pizza Lattea不是… 基本上它就像Pizza 但又希望這個麵糰不要太軟糯糯 像麵包一樣 這個Pizza不用像Pizza一樣 用叉刀去排氣嗎? 當然要 對, 當然要 對, 幫忙刀 最好就是這樣 是 可以預焗, 也可以不預焗 然後這個簡直是焗爐的烤盤 是 反轉 然後把它移動 放進去 即是你現在預焗 預焗要多少度? 預焗 現在這個焗本身也要250度 我們不動了 對 因為待會要放進去 焗的時間很短 兩分鐘, 三分鐘, 最多 好 你看看 這個預焗現在就差不多熟了 已經熟了七、八成了 是 這個時候可以把洋蔥放上去 好, 你幫忙… 是 鋪一顆, 是嗎? 找個叉也可以 你的邊緣不用繞起它 或者讓它… 不需要 不需要, 平的? 這個是平的 好 可以這樣嗎? 可以 帥氣 接著呢, 傳統的做法就是這樣 是 把鹹魚… 是 我已經是… 這個鹹魚已經一開二了 大家一起玩吧 很有分數, 不是隨便放進去 這樣, 這樣… 好, 你的牌子很漂亮 我牌子, 鹹魚就牌好了 牌子也很漂亮 當然了 我們好像圍棋一樣 是 隔著牌子, 中間, 來吧 就是隔著這樣, 是嗎? 其實這個主題除了放橄欖外 還可以放什麼進去 傳統的都是這兩樣而已 真棒 對… 不能撐住了 那… 再烤 放進去250度 大約十多分鐘 對, 全會出現的 芯魚, 好 有大約十五分鐘 所以很像是… 然後… 是… 很多時候, 要吃原料 有時候他們買了 最大的貨物 用這個仔蟹的 應該是最糟糕呢 的 那麼會不會吃 但是我忘了 但是我忘了 但我忘了 是否應該吃了這個才喝? 像三文治一樣 是 喝一口吃一口 好 喝一口, 我不客氣了 先嘗嘗 這個法南風情真的沒得受 它的種子很好 炒熟的洋蔥很甜 是 鹹魚有鹹鮮的味道 是 其實那個… 調和 是, 橄欖給了一種果香的味道 綜合了鹹和甜之間的味道 餅底也中化 因為我不想像薄餅一樣 有一點像麵包一樣的質感 不要發得那麼重要 它會比較爽脆 其實洋蔥真的很神奇 生吃和熟吃的味道變化 可以這麼大 我認識的朋友很怕吃洋蔥 我想可能吃的生洋蔥 怕了有種新辣味 是, 你說得對 洋蔥要煮熟了 才會有甜味釋放出來 是 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是 你也知道 我們中國廚師煮蔥有點口缺 生蔥熟蒜, 半生九菜 是… 你怎麼煮你的蔥呢 我會保持蔥有這麼脆綠 我會保持蔥熟蒜, 稍後煮給你看 這麼厲害? 是的 吃完吧 試看看 開音速播放 你不請 乖 準備回座 運動